这个世界有时候会是一个可怕的地方 从咆哮的狗,汽车的刹车声,到熊熊的火焰 这些随时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事实上,在一些情况下,您可能甚至会亲身遇到 会让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 别担心,我们列出了这十个生存的提示 这随时可能帮助您生存下来 自然系专家总是告诉我们 蜘蛛其实对人类是有好处的 毕竟它们靠吃这些凡人的苍蝇尾声 和在保持蚊子数量的工作里起到小部分的作用 然而,实际上,在庞大的蜘蛛世界里 有一些蜘蛛种类对人类来说的确是很危险的 当然,不像电影里会让你相信的那一种 它们并不会无辜冒着危险的出来攻击我们 但它们还是会有危险的 从棕色的盾珠到黑寡妇 这些小家伙们拥有令人害怕的叮咬 所以,如果您被咬伤,该怎么办呢?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您甚至可能完全不知道 您曾经被蜘蛛咬伤 直到您开始体验到伤口处的痛楚和红肿 更重要的症状通常在被咬的第一口大约15分钟后开始显现 所以,尽量在这段期间里开始寻找就医 如果可以的话,专家说尽量以清水清洗咬伤处并且冰敷 事实上,保持冷静和使用冰敷可以缓解疼痛并减暖毒液的影响 最重要的就是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到医院就医 大多数的蜘蛛丁咬虽然对健康的成年人并不会致命 但使用药物和抗毒素治疗可以确保不会有任何后遗症 车祸 统计上,在这视频里列出来危及生命的事件 车祸是其中之一最可能发生的 当然,如果驾驶时经常集中注意 遵守法律,明智的开车 省至参加任何提升驾驶技术的课程 您可以大量减低发生车祸的可能 即使您符合所有这些条件 您还是没办法避免恶劣的天气 或是道路上其他司机的疏忽 如果不幸的当您即将遇到车祸 专家们一致认为您应该早已扣上安全带 并且尽您所能地放松身体 第二,把逃生工具放在随手可获得的地方 这代表您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利用刀片各断您的安全带 或是可敲破车窗的锤子 在车祸里,幸存是一回事 但困在车子里的您想要逃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您将可能面对卡住安全带的问题 或是无法及时敲破的车窗 最后,别一发生车祸后就马上从车子里跳出来 花点时间观察周围的车子 因为其他车子很有可能即将撞上还在路中的您 您可以观察自己车子里是否有任何火花 或是嗅到汽油味 以尽早避开即将发生的危险 从飞机上掉下来 每天都有许多人跳伞 从天空里向地上飞驰 拥有降落伞的他们通常都不会太担心 但如果有一天您的降落伞出现问题 无法打开呢? 这些烈子曾经发生过 并且甚至还有人在几万尺的上空跌下来 还成功生存 老实说,在这些情况下 您生存的机力是微乎其微 但还是有一些您可以执行的动作 来稍微增加您生存的机力 首先,马上做出正确的姿势 这代表面朝下直升您的背部 并且确保您的手臂和手掌打开 膝盖向后弯曲 这会为您带来稳定性 最重要的,增加您的摩擦力来降低您的速度 办到了这一点 您其实就可以在空中里控制您的降落方向 寻找最好的地形降落 这包括雪地 刚刚松的草地 或尤其是倾斜的山坡 森林里或是浓厚的树林 虽然好,但同时增加了刺穿您的机力 必须避免水、石头或是混凝土 因为这些是冲击时最硬的表面 接着您能够做的 就是尽量放松身体 并且在冲击前尽量把身体保持平衡 您的生存机力虽然不乐观 但事实证明 确实有人曾经在2万尺的上空 跌下时生存 电梯坠落 为了计算给您 是否会遇上电梯自由落体的机会 博彩公司说 您可能有更大的机率 可以发现猫王还活着 无论如何 在这个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件里 我们先给您几个增加生存机率的提示 到目前为止 只有一次记录记载过 一名遇上电梯自由落体的意外受害者 在1945年 一名女性在75楼大楼的电梯坠落里生存了下来 事实证明 在这个事件中生存是可行的 它是如何办到的呢 有些人说 你应该尝试在电梯即将撞击底部的时跳起 先不说您需要泡斧般的明觉 这样做 其实只会稍微降低您身体往下冲击的速度 同时也会增加您撞击天花板的机率 有些人说您应该弯曲您的膝盖 尝试吸收即将发生的冲击 事实上这也不会起任何作用 而且您的脚和居住将会向树脂帮折断 根据专家的讲解 在这些情况下最好的生存机率是您应该整个人背部向下完全躺平 虽然这不保证您一定会生存 并同时可能会发生一些骨折 但这是目前最好的应对方式 火灾 我们在学校里学过了消防安全 虽然如此 火灾却在无时无刻的堕走了数不尽的人命 在火灾里生存的第一法则 就是在家里装上烟火探测器 并且拥有一个完善的逃跑计划 拥有了这一些后 下一步就是了解如何应对 做个例子 如果有一天探测器叫醒了正在熟睡的您 醒来后发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浓烟 您应该怎么做呢 答案是蛮简单的 在最短的时间内 并且安全的直接冲出屋外 避开有毒的浓烟和有害的火焰 尽量降低您的身体 因为浓烟都会往上流动 在可能的情况下 使用浸湿后的毛巾包住您的嘴和鼻 在开门之前先感觉一下门把盒底部 这会降低您直接冲入一个充满火焰的燃烧地域 如果您想要从窗口逃跑 记得再把窗口打开前 先把房间里的门关上 这可能帮助降低房间里空气的流通 避免导致房外熊熊的火焰往房间里扑去 好啦 现在就来到生存技巧的测验时间了 当来到关于失去性命的受害人数时 您知道哪个生物或是动物是最危险的吗 先想想这个吧 我们接下来将继续讲解其他生存的提示 恶狗的攻击 人类都已经知道了 如果您和某些品种的狗一起生活时 总是会伴随着非常小的激励遇到狗的攻击 比如说有一天当您散步回家的时候 有一只看起来凶恶无比的狗冲出来站在您的面前 您会怎么做呢 每只狗攻击的方法都有所不同 这里有一些您可以做到的事来增加您安全离开的机会 首先 无论是任何动物 绝对不要转过身体背着它们逃跑 这像激活狗的烈性本能 第二 尽量避免眼神的接触 和别露出牙齿微笑 这些动作相等于向狗比着中指 最后慢慢的向后离开 避免太大或突然的动作 当然 如果狗还是直接向您扑来 那就是时候了 马上拿起任何可以用来打击或防卫狗的东西 如果您有一件外套可以围着您的手臂 作为狗尝试咬住您时的保护层 专家说如果您的手臂被咬这时 不要拉回来 反而应该直接尽可能把手臂向狗的喉咙里插去 另一个有用的策略 是向眼睛插去 让它们知道和您战争只会带来痛苦 核弹爆炸 在众多的武器里 核弹属于最具破坏性的武器 它们来自各种形状和尺寸 并结合使用热量、爆炸力和辐射来增加它们的伤害 但是您是否能幸免于难呢? 当然可以 但这取以几个关键因素 首先如果您非常靠近核爆炸的范围 几率是您连尸骨都无存了 而如果您距离爆炸有几英里远 您将会有极短的时间来行动 根据您和爆炸的距离 一旦看到了爆炸闪光 您可能有几秒钟的时间 利用这些时间冲到地下室里 或是任何可以保护您 不受高气流或流石影响的地方 如果您成功生存的这一阶段 别只坐着不动 因为接下来 您需要开始担心辐射性微尘 这里我们并不是说任何市面上的电动游戏 如果您观察风向 可以大约知道 拥有致命放射性的辐射范围 尽早离开那个范围 并且尽快往爆炸范围的另一方向离去 当然 这一切关乎您和爆炸物的接近程度 和核弹的大小 荒岛 做个例子 比如您有一个很好的工作 在一个全球都有分支的大型运输公司里担任飞机师 您工作的一部分需要执行许多飞行 有一天 当您飞越太平洋时 您的飞机失事 而跌在一个荒岛上 机上只有您是唯一的幸存者 爬上一座偏远的荒岛后 接下来您该怎么办呢? 那么要生存下来完全是可行的 您只需要遵循一些基本守则 首先 不要惊慌 我们知道说比做更容易 但我们都知道惊慌不会为您带来任何的好处 只会让您放下更糟糕的决定 所以 先镇定下来吧 第二 避免任何会导致让您受伤的决定 毕竟您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依靠 如果您受伤了 生存的机率也会大大降低 接着 利用周遭所能找到的物件 就算在第一眼看起来毫无价值 比如 那片凌俊杰的CD 可以利用灯光反射 向远方打信号的用途 或是可以折两半当成利刀使用 之后 您下一个优先目标 就是找到可以饮用的水源 当您有了水源后 开始建造披护所 然后寻找并储备食物 因为您和您的玩具 将可能需要一起相处一段时间 魔鬼终结者 好啦 效够了没 我们大家都知道 许多政府机构 像是DARPA 已经开始着手研究各种先进的自动化机器人 这些都是可以独自行动 并完成给宜的任务指示 再加上机器人拥有非常先进的系统 可以自我学习 并跟着环境进化 这更加注尽了未来拥有 魔鬼终结者的可能 所以 您要怎么在机器人的崛起 生存下来呢? 首先 离开大城市 好让您不需要依靠任何可能被机器人控制的电脑系统 第二 完全隔离任何线上系统 这样我们未来的机器人将无法跟踪您 或是查看您最新的面书贴文 而如果他们最终还是发现了您 请先准备好 这代表必须准备可以射穿装甲的大型武器 当然 您得先找到并懂得使用这些武器 装备好后 尽量别吸引太多的注意力 和尽快和那些志同道合的人群聚在一起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建议追寻阿诺德的踪影 毕竟他在抵抗机器人的世界里算是老惊艳了 鲨鱼攻击 好莱坞总是给予我们坏的印象 同时新闻报道也是五十五个告诉我们 它攻击了某个游客或是冲浪者 当然 我们在说的是鲨鱼 在大部分的时候 鲨鱼是无害的 而就像任何的野生动物一样 就是一个人恰好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里 在错误的地方 所以您就是那个人 眼前盯着一个大白鲨的鼻子 您该怎么办呢 其实生存提示就和其他动物一样 记得别装死 或是马上转身游走 因为这对鲨鱼来说 一个是容易得到嘴的食物 而对其他却是有趣的玩物 反而 你应该警惕的面对鲨鱼 做好准备随时殴打 捅戳 甚至直接用手指抓 专家说应该对准敏感部位 像是腮鼻或是眼睛 在可能的情况下 在这样的遭遇中 尝试武装起来 任何看似 最没用的物件 总是比单单使用拳头攻击更加有效 当然 如果说有一切无效的话 那就释放您手中的李小龙吧 把一切都发泄在鲨鱼身上 因为如果您能说服鲨鱼 您是如此的麻烦 那么 它可能会放弃您 而到其他地方寻找比较容易的食物 那么 现在您知道哪一个生物 或动物每年夺取最多人类的生命了吗 答案是蚊子 这个小虫 据说每年都附上大约725千的人命 一切 都因为它们叮咬时的疾病传播 所以 记得外出时 一定要使用适当的趋纹油和预防针 这些就结束了我们脑洞大开今天的生存训练 希望我们这些生存技能能够对您有帮助 但老实说 我们希望您不会遗伤 任何需要用到这些技巧的时候 感谢您的观看 这里还有一些视频 我们认为您会喜欢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点赞 如果您想继续访问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订阅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视频 脑洞大开吧 拜拜